你現在收看的是參奈時光會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參奈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營 記錄照顧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轉訪議題的整理 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這一期事件背後 值得去關注的議題 讓我們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也期待 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 我們透過群眾的捐滴力量 才能夠讓我們走得更遠 更好做更多的報導 以及更深入的討論 我想我們的節目 很多朋友在關注的話 應該都知道 我們其實也很關注媒體 我們很關注這個勞動的問題 特別是最近這幾年的 外送員或是平台經濟的出現 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我記得我們最早一集是訪問中瑞 然後我們也訪問過蘇國豪 我們上一次也訪問了蔡婉 所以我們好幾集都在談這件事情 那不過在談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發現 我們花的這個時間 談的很多是 這個外送員的食物 可是我想今天我們 等要再回到一個在制度 跟法規上面 來做討論 讓我們更了解 在這個所謂的新創事業的背後 它事實上 有什麼樣的法律的問題 有什麼樣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地方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我們一起來聊天的是 陽明交通大學的科技法學院的副教授 邱宇凡 宇凡你好 嗨 各位觀眾朋友 還有管老師大家好 謝謝宇凡來上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一起聊天 其實我這一陣子看了好幾本 跟外送員跟平台經濟的書 然後我怎麼看 我都會看到你在裡面出現 你事實上也 因為你現在已經是在台灣出版 外送員都一定要找你來寫敘事嗎 沒有 沒有只是因為這個問題 他真的是日新月異啊 就是他大概每一段時間 他是可能以月為單位 就會有新的發展 而且他非常 我不能講有趣啊 因為他其實是蠻殘酷的一個新的一個發展 他的每一個發展都剛好影響到 我們勞動法的幾個關鍵的地方 所以就變成說 很容易讓我們學勞動法人 很想要去了解這個變化 來參與這個社會討論這樣子 嗯真的就是看這本書 我都看到你提出非常有趣 而且其實也蠻重要的見解 特別是有兩本書 是在談韓國的平台經濟跟外送員 那也剛好都是你在寫這個推薦區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兩本書大概在談什麼樣的內容 好一本應該是去年出版的 那個書名叫什麼都能外送嘛 那第二本應該是今年其實買多久 請來出版的叫做 一中三出版的 對對對 滿意的話請給我五顆星 然後這兩本書 我沒有去查他在韓國出版的時間 應該是蠻近的 但他台灣出版時間可能間隔不到一年 好像蠻短的 那我剛好在這兩個間隔沒有很長時間看這兩本書 就是我會覺得這兩本書講的事情 其實他是講同一件事情 他講的就是社會的發展 有這樣子一個新的一個 他不一定是外送 他其實是一個平台工作 一個平台工作 那我覺得這兩本書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 像台灣我們只要講平台工作 可能大家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 可能大家很常訂外送啊 那些外送員 可是其實平台工作 他真正的一個很大的群體不是這些人 只是那一些人他比外送員更不容易讓我們一般人看到 好舉例來講 像那個滿意的話請給我五顆星嘛 這個他裡面提到了好多個行業裡面 大部分人都是在家裡面接案 好那這個在家接案的狀況是他真的就在家哦 他不像外送員還出去讓大家看到哦 他就在家接案在家完成工作 那像這樣的人其實就跟我們講的那個送餐的外送員一樣 都是那個都是那個平台工作者 好都是一樣的 好那這個這樣一個情況之下我們一般人觀察不到 但是他們還是在工作 所以呢我覺得這兩本書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讓我們去了解這個在我們社會當中 有這麼龐大的一個群體是這樣子在工作的 可是其實我們從來沒有機會了解他們 好所以我覺得這本書 因為尤其第一本就是那個什麼都能外送 對那個作者是一個記者 然後那個記者就是他為了要去等於是挖掘這個社會現實 就很像那個那個蔡婉雲就是前一本管老師訪問那一位 他是因為論文寫不出來嘛 然後想要去寫論文 世界到底發生什麼事 沒錯所以我會覺得說可能大家都有一個動機 就說我們身旁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現在大家好像沒有去那個辦公室打卡上班 可是他為什麼看起來比我還要忙 那這些人為什麼每天整天都在看電腦 整天都在看手機 而且看的時候很緊張很趕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兩本書它揭露了各行各業 其實現在台灣還沒有這樣的書 可是其實就我個人的了解是 其實台灣也發生了這些事情 像我最近發現就是有那個 有一些長照的平台 我講台灣長照的平台 例如說有人需要長照人力嗎 可能不到那個醫療等級 就是長照工作照顧工作 然後他也是發到平台上面 要有人來 其實像這樣子工作很多 但是我覺得台灣好像連外送員 這件事情都已經非常的棘手了 所以沒有把視野擴展到那邊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兩本書 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其實它沒有什麼太多 這個國家特別怎麼樣 因為它其實都是跨國企業 那跨國企業做事的方法 它可能會因應這個社會民眾的接受度 或者是喜好有一點不同 但是其實大同小異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像警示錄 我想知道台灣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或者想要研究台灣的各行各業平台工作 我覺得這兩本書寫得非常好 尤其第二本 滿意的話請給我五顆星 我本來會想說 是不是又一本 就是又一樣類似的書 然後後來看就發現沒有 它的那個描述的場景很像那種紀錄片的手法 就很像一個人在看一個就是很像旁觀者 冷靜的第三者寫出那個旁白 那旁白會讓人覺得 哇原來是這樣子看事情的 所以我真的蠻推薦 對這個行業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這兩本書都 它的筆法真的不太一樣 這兩本書我其實也蠻喜歡 我其實在看那個什麼都能外送 我看第一張我就被嚇到 因為最近庫棚要來台灣吧 然後就看一個在庫棚裡面工作的人 他事實上沒有老闆 沒有那個直接的上司 然後就開始指揮要做各樣的事情 然後就是用演算法來去指揮 他要去哪裡送東西 這個送東西還不是去外面送 是在公司內部 是在那個倉儲內部 然後就這樣子被指揮 我想說天啊 這個已經勞動的狀況 已經是變成這個樣子 這在台灣很少討論這個 在內部透過這種系統控制的狀況 那滿意的話給我五顆星那本書 我也覺得非常好的地方是在於 原來那個心等這件事情 事實上我們是直接面對 我會覺得這個是談到所謂的商品化 就是說人跟人之間是越來越商品化 所以我對你只有滿意跟不滿意 我對你已經沒有 我對這個服務的人已經沒有任何 不需要見面也不會有任何的情感 所以我只能夠針對的是 你給我當下的感受好或不好 可是當下感受 卻會使得我的工作會不會更忙碌 我的薪水會不會更少 我覺得那個壓力會非常非常的可怕 非常非常的大 對所以我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講說這樣的工作者 在法律上的定位很難認定 有一句話叫做演算法其實也需要經理人 就是其實我們經常講說 有沒有一隻看不見的手 其實那個手一直都在 那我覺得這些好像被稱為新創的行業 這一個特色就是他的經理人其實無所不在 他比以前真人出現的經理人更常跟著那些工作者 可是他不是用真人出現 他就直接把它變成一個城市 然後就是內建在那些工作者的電腦跟手機 那當他打開電腦跟手機的時候 其實等於說平台他已經佈下一個天羅地網 他根本不需要有真人出現了 他已經把遊戲規則全部設定好了 那如果說今天那個平台工作者 他沒有依照這個遊戲規則去做的時候 他可能就上不了這個APP 所以他可能只有一直按同意 或者一直追趕那個城市給他的要求的這個方式 所以我會覺得說其實這個新的方式是說 他的新的管理方式 而不是突然不用管理了 這個完全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其實你不只是對這兩本韓國的書寫這個推薦序 其實你最近這幾年也做了歐盟有關數位平台的 一些腦動法跟經濟法的這些相關的研究 那歐盟這些所謂的數位平台或這些外送平台 他們常常面對到的問題或是現象 跟台灣有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或是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OK應該說一開始因為這 例如說台灣現在兩大平台 一個是熊貓一個是UberEats 一個是來自美國的一個是來自德國的商 他們其實一開始就是現在歐美這邊地方投資擴展 所以呢其實這些這些行業在歐洲算是非常 就是說他發展比台灣還要早一點 好所以他們其實在那邊已經試過水溫了 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所以我覺得他那個經歷的過程 我們看每一個國家其實有點大同小異 就是好像很新的出來 大家說哇這好新喔 這個怎麼可能用那個一百年前 那個工廠裡面出來的勞動法來管理呢 就覺得很新創 然後大家都是非常自由的工作 然後我們終於擺脫了過去那種 就是什麼打卡然後雇主管理啊 會覺得好像很自由 所以一開始大家是一種非常好奇 然後覺得很棒 然後想要投入這種心情 這個跟台灣應該也是蠻像的 那接下來第二個階段 大家發現怎麼上去平台之後 感覺怪怪的好像好像一直 一直不是我想像的中那麼的自由 好例如說有一個平台 因為我剛剛講說其實平台工作者在全世界 那個人數是非常龐大 非常龐大的 台灣目前只有討論接近15名外送員 其實非常小的群體 那很大的一個平台工作者 他其實是有像我剛剛講的 他從頭到尾都在線上工作 他都在線上 那就是我們例如說做城市設計 例如說幫那個一些網 一些幫網路在網站上面 幫網路公司做網路的刊物 例如說有些公司 像一個最大平台叫亞馬遜機器人 他就有很多工作者在印度 然後他們是在幫這個美商在線上 然後做很多那種刊物的工作 所以我們很多以為網路上呈現出來的 那個文字啊圖片啊推播 現在根本就不是AI 那個是真人做出來的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有什麼一樣跟不一樣就是說 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一開始對這行業很好奇 然後覺得哇好新 是不是新的法律要趕快制定 後來發現好像跟過去 有沒有那個經理人的那個方式 只是感受跟方式不同 然後最後大家就面臨同樣的困境 我們這些人工作者 他的工作時間怎麼都那麼長 比以前還要長 而且歐洲這幾年一直在走 那個縮短工時運動啊 可是發現平台工作者的工作時間 好像都要很長 而且那個很長的特色是 大家在線上不一定是有工作 是在等工作 然後再來是搶工作 然後因為工作是搶來的喔 那平台會說我沒有派工作給你喔 所以是你自己要這樣子去做的 可是很多工作在線上 只會出現10秒20秒 那如果你沒有一直醒著 一直待命 你根本沒辦法搶到那個工作 那如果你搶不到那個工作的話 那你今天的時間可能就都浪費掉了 所以它形成一種長期大家 完全就是依附在網路上 那它產生了很多勞動問題嘛 例如說長期工時我們很熟悉 有沒有過勞的問題 工作時間保障的問題 那長期看電腦的健康問題 再來就是他們可能接了蠻多工作的 那但是每個單價都很低 所以最後他們的薪資呢 可能也是很低 所以這跟台灣其實問題都大同小異 只是說每一個國家的那個勞工運動 或者是法律規定提供的保障 跟警覺度有不同 好所以我覺得反而是 跨國公司的手法是大同小異 那反而是每一個國家 不管是國家或者是那個民間工會的反應 你決定了這個國家 怎麼樣子去發展平台工作 關鍵都可能在這邊 你剛剛談到兩個項鍊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而且總有一個是等工作 一個是搶工作 這等工作事實上 你的uncore時間就很長 那所以你的工時事實上 就無限的延長 因為你隨時隨地就在等 這個機會出現 然後你要去搶它 而這搶工作事實上 就是某種的自己甘願嘛 或是某種自己的競爭嘛 所以其實就是早期部落會在談的時候 趕工遊戲發揮到某種的極致 就是是你自己要來 我又沒有叫你來 所以你怎麼會算是我 怎麼會是我指派你的 可是實際上面 他真的不是 真的沒有這種所謂的指派的關係嗎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在你的文章裡面 曾經提過一個概念 我覺得還蠻有趣 你對外送員的這種身份 去做了一個分析跟第一 你從所謂的重包工作跟暗需工作 來去談他們的身份 應該怎麼去界定 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是重包工作 什麼是暗需工作嗎 ok 好 因為剛才講平台工作 其實分蠻多類型的 蠻多類型的 那暗需工作 他只是就是說 我去媒合這個需求 需求跟供給 好 那有一些需求 它是非常即時性的 例如說我們講說司機對不對 我現在需要一個司機 我需要等車 那這個不是能等的 我要立刻就有 好 例如說我們講送東西 東西如果是餐點的話 人要吃飯 這個也是即時性的 所以有些需求 它是非常非常即時性的 所以呢 這樣子一個暗需工作的 平台的話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必須要立刻的 把需求跟供給媒合 那它怎麼做這件事情 它會說 我不能夠去指定 誰做什麼事 因為這個指定 就會被認為強制性 好 那就不符合平台 認為大家 平台的廣告詞 就是大家都很自由嘛 所以它有一個 它這個平台的性質 影響它的操作模式 因為暗需工作 它必須隨時媒合 它又不能夠指定人在線上 所以這聽起來很矛盾 所以這個影響就是說 像我剛剛講到後來那個發展 就是一開始大家覺得很自由 是你去搶單的喔 我沒有指定你喔 可是後來就是例如說 我們如果等一下有時間談到 像有些國家 德國或西班牙 我覺得是蠻有代表性的 他們的終審的法院 最後就發現 我們怎麼都被平台騙了 因為一二審法院都說 你們好自由你們好新創 你們都不是勞工 然後到了終審法院就發現 不對啊這是個大騙局啊 因為呢平台 根本就是一個暗需工作的平台 暗需工作的意思就是 平台必須用各種方式 讓那些工作者不會下線 那不會下線的情況之下 它隨時都可以媒合 所以它怎麼樣不會下線 又不能夠講出那一句 你不能下線喔 好不能講出這句話 所以這個就是平台 我覺得它管理方式 非常厲害的地方 所以就在那個判決裡面 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它激發了這些工作者的遊戲本能 它把那個就是去接單搶單 當作我們打電動那破關有沒有 它設計很多種方式 讓工作者 它會好像看起來很自願的 去搶那個工作 而不是被指派的 可是呢 像那個德國聯邦勞動法院 它非常明確 它判決裡面寫到說 平台設計這種具有心理激勵機制的 這種控制模式 它其實就是在控制你 那這個控制它只是用 換了一種方法 叫做間接控制 所以工作者完全不可能說不要 他完全不能說我下線回家 我想上線再上線 沒有 因為你一旦下線之後 你可能會遭受難以想像的後果 舉一個例子就好 我舉台灣的例子 例如說台灣的熊貓平台 現在它要求你的取單率要達到85% 也就是100個單 你沒有接到85單 你的比例就往下降 那你沒有達到85的時候 你的收入可能連現在的一半都沒有 因為它的報酬結構是好幾個項目組成的 其實裡面只有一個很少 例如說30塊是底薪 可是沒有外送員會為了一單30塊去外送 大家想一單拿到50 60 70 80或100 那要如何拿到下面那一筆 就是你要達到85% 你才有加成的獎金 所以外送員怎麼敢下線呢 一下線你前面送的都歸零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一個機制 那像那個美商Uber East也是一樣 它就是會設計那個燙次獎勵 燙次獎勵就是說 你再多送一趟 我就給你多少錢 所以你沒有送那一趟 拿到那個獎金 那個獎金有時候可能很高 你送一趟可能給你1000塊 那你前面送了100趟 每一單都不到100塊 你看到我早在送一單 就拿到1000塊 我當然送這一單啊 那你就會期待說 是不是我下一單 你會有這種高額獎金 那而且Uber East 還把這個稱為解鎖 那個解鎖就很像打電動 我趕快破關 大魔網會出現 所以我覺得其實到最後面 我們法律人啊 或者是法院 大家看破這種 演算法控制的一個手法 他製造了很多讓你不可能拒絕的誘惑 然後呢 他是一個又一個 然後他把 而且他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他的單價底薪壓的越低 大家就搶的越凶 所以這很有趣就是說 如果我給你高的薪水 你反而不願意來 我給你越低薪 我成本節省的越多 你搶的越凶 我平坦呢 就生意就更加的興隆 所以現在台灣的外送員的薪資 跟以前比已經低非常多了嘛 可是可能我們發現上限的人更多 所以我覺得那個法院提到說 激發遊戲本能這個 我認為平台做的非常成功 而且包裝的外表會讓大家覺得 我都沒有管你喔 是你自己要搶單的 可是現在這個做法 在很多法院 我講的是其他國家的法院 中省法院都認為說 這個就是所謂的數位控制 所以已經不認為這個是自由了 所以這個是 就是剛剛講暗需平台一個很大的特色 不過剛剛宇凡 講到這個線上 其實也不是只有外送員 就是說現在我們看到很多的行業 他其實他的底薪是很低的 可是他激勵獎金是高的 所以他其實就是希望你的底薪 會影響到你的年終嘛 那反正你底薪低 你想要賺到這個基本的 該有的數字 你就會不斷的努力 所以其實這也不是只有在外送員會看到 包括我們看到醫院 我們之前也去協助一些醫院 他們在做工會運動的時候 就看到他們也會以這個東西來作為去激勵 或者是去不斷的去鼓勵他的 醫生去勞動 然後變成一種過勞的這種狀況 是很普遍的 那同你剛剛那個講法 我覺得還蠻好好玩的 一個地方就是 他不是只有喘歡的遊戲 他還是一個極點的遊戲 可是這個極點的遊戲 你必須要先集到一定的數量 這個數量的比例很高 你才能夠往上衝出你的獎金 所以你可能要 你會在前半段你會發現 我一定要努力到某種程度上面 我才會打到這些錢 他基本上來講 他並不是一個 好像我做多少就領多少錢 沒有 他是你要達到一個基本的門檻 你才能夠衝到某個上去 那你剛剛談到很重要的點 就是心理控制 這種心理控制 事實上 就一種就會變成是一個 不是那麼的自由自在 所以我想要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回過頭來 請教宇凡老師 那這種不是自由自在 跟我們現在在談到的 這種外送員的兩種聘雇的方式 一種是承擔的關係 承擔關係就是我想做就做 然後是一種自由自在 可是另外一種是所謂雇傭關係 雇傭關係就是我可能要stand by 我可能隨時 你很多會來指揮我 所以我跟你是一種從屬的關係 所以我等一下請林凡老師 來跟我們談一下 這個所謂的承擔關係 跟這個所謂的雇傭關係 之間有什麼樣的差別 而在歐洲國家 他們怎麼去看待外送員跟他老闆之間的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營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要帶大家一起來了解到一些爭議 新事件背後值得我們有關注的議題 我們有Podcast頻道 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您的捐款 才能夠讓我們走得更遠更好 讓我們可以有做更深度的報導以及討論 今天在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談外送員的問題 我們會同時談到所謂數位平台經濟的這個部分 很多人都認為說外送員的出現 或是所謂的平台經濟的出現 是一種共享的概念 然後也是一種新興的事業 所以不需要太多的法律的規範 免得影響到這個新事業的發展 可是在現實上面我們看到 因為這個法規不足的時候 造成了很多這種衝突 甚至悲劇的發生 那在歐洲國家其實很重視 早就已經在重視這個問題 但是台灣的法規 似乎還有一些必須要再去做調整的地方 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一起聊天的是 勞動法的專家邱宇凡老師 宇凡老師你好 各位觀眾跟管老師大家好 謝謝宇凡來接受我們訪問 我們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也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 平台這個概念 或是說所謂的外送這個概念 看起來是很自由 可是實際上面它有非常多的關卡 非常多的這種門檻 然後非常多各式各樣看不見的手 在去控制這個從業者 那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講 我們會認為說 外送員你想做就做 你不想做不做 然後我跟你之間沒有什麼合約的關係 那另外一個會覺得說 不是這樣子啊 因為我如果不做的話 我可能會受到很嚴重的處罰 而且你隨時隨地都在監控著我 然後甚至讓我的心理必須要順從著你的節奏 或是我的工作順從的節奏 是一種從屬的關係 那所以這也會導致 在外送員的一些相關的討論當中 就會談到 他的勞動的身份 到底是一種所謂的雇傭的關係 還是一種承難的關係 你怎麼去看這兩種之間的差別呢 嗯好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很關心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好像平台 是一個很新的工作嘛 他其實挑戰的是勞動法 或法律裡面最基本的原則 就因為應該講不是有台灣 其實現在我們資訊非常流通嘛 世界各國的勞動法 不能講全部都一樣 但是大部分國家的勞動法 都是保障你要有勞工身份 你是受護者 那承攬工作者呢 就是我們經常聽到說 你是自由業啊 然後自營工作者啊 然後很有趣喔 在平台上 台灣的那個應該是UberEats 他的契約會說外送員是什麼 他會寫外送員叫做廠商 他稱外送員是廠商喔 契約上明白寫說 如果你加入我們的外送行列 你就是我們的外送廠商 那這個我們法律人一看到喔 就會覺得 我不曉得對於外送員來講 他被稱為廠商 有什麼感受 這個我不知道 可是我們法律人一看到 就會覺得說哇 你想廠商 那我們在法律上 地位就完全不一樣喔 我跟你會是平等的喔 因為你平台是廠商 我也是廠商 我們應該是平等的 所以平等的廠商 就是指我們是承攬關係 你把案子派給我 然後呢 我是一個專業的工作者 我來決定我要不要接案 那廠商怎麼接案 做過廠商的觀眾朋友 應該要知道嘛 我們一定先算 會不會賺錢啊 對不對 那會不會賺錢 例如說我今天 假設我從台北火車站 要送個單 好送到三重 要過橋喔 那我送不送 還是我要從台北火車站 送個單到古亭站 就是哪一個 會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比較好做的生意 這個是距離的問題嗎 跟風險的問題 再來是商品的重量的問題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一個廠商 他就是可以自由的去跟另外一個廠商 溢價 然後決定要不要承包這個工作 他不是直接被決定說 你就是只能送這個 你必須怎麼送 單價呢 也不能決定 然後呢 我要怎麼最關鍵的是喔 我要怎麼去做這個工作的方式 就是由我自由決定 如果以上都符合的話 我就是真的廠商 那一般的工作者 可能我們現在工作各行各業 有些人會覺得我專業能力很強 我雇主或主管給我很多裁量的空間 他在跟你討論這個過程 可是最終下決定的還是主管 最終下決定 例如說我以前當律師嘛 我的指導律師一定不會告訴我怎麼去開庭 那是我的專業我必須自己判斷 但是我不能夠決定我要去開哪一個庭 因為這是指派給我的工作 所以承攬跟雇佣的差別就是說 因為我今天是雇佣 我已經答應要來這邊工作了 所以我的工作的內容跟工作的主要任務 是由我的主管決定 而且為了雇主的品牌 我做這件事情的方式 還要符合他的企業形象 跟他的經營需求 但如果今天我是廠商 我是承攬的話 我就不用管你喔 因為我在為我自己的品牌工作 所以簡而言之一句話就是 承攬跟雇佣的差別就是 我到底有沒有自由 來決定我要怎麼做這件工作 有自由就是廠商承攬 沒有自由就是受僱者 那個沒有自由不是指說 你完完全全沒有財產權 是說最終決定權 你是為這個品牌而服務的 那個性質是存在的 我不曉得這樣講 會不會讓管老師或聽眾朋友 覺得太法律 可是大概是用這個方向來去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你就不爽不要做 那你雖然感覺是在心理上面被我控制 我又沒有控制你的人身自由 你沒有賺 我跟你又沒有什麼經濟的合約關係 你還是可以很自由自在去做事 為什麼一定要變成是一種 雇佣關係 為什麼會被認為是雇佣關係 OK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契約類型很多 其實不是只有雇佣跟承攬 那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一直強調雇佣 其實我一定要講說 我沒有覺得一定要變成雇佣 因為雇佣你就是自由會受限 不是沒有自由是自由會受限 所以例如說我自己也不想要雇佣 可是可能會發現就是說 是不是雇佣這件事情 通常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雇佣的結果是 我是工作者 跟我工作的那個對象 如果是雇佣就是雇主 主管我們之間互動決定的 我們的互動決定 所以我可能簽了一個契約寫承攬 結果對方那個自稱 自稱不是主管的那個人 自稱是我的夥伴的那個人 他一直管我 例如說他管外送員什麼 他跟外送員說 你送餐的時候 記得你要遵守我們 本平台以下的規約 例如說我看到平台寫說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但是我看到文件明白的寫說 外送的時候 請勿穿拖鞋短褲搅檳 都不可以 然後請記得外送的時候 要跟顧客保持親戒有理的一個態度 然後另外取餐的時候 到了顧客指定的地點之後 一定要等待10分鐘 然後等完10分鐘之後 一定要拍照回船 你才完成這個工作 而且賬戶不能夠跟別人共用 你自己登錄就必須你用 可是這個是我覺得最奇怪 如果我是廠商 以上所述全部干擾我的經營自由 因為我是廠商我接單之後 我只要把我的那個接的工作 例如餐點對不對 我把這個餐點完整的送到你指定的地點 我要怎麼送找誰送 有沒有禮帽有沒有穿拖鞋 有沒有找別人帶送 這是我的經營自由 你其實不能管我 因為我只要完成一定的工作 就是承攬 可是現在平台都不是這樣 他會去限制你不能夠跟帳戶共用 而且他會說你這樣子的話 是違反平台規約 我就把你停權 停權 而且最近還有外送員有截圖上傳到臉書 提到說你對客戶態度不佳 所以呢把你如何如何 可是對這個全部都是干擾我的經營自由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就算他不是我們傳統上面認定的雇佣 但是他確實是一個假的承攬 應該說我覺得他就是雇佣 他是百分之百的假承攬 百分之百的真雇佣 可是因為對可是因為他的行銷手法 我真的覺得真的是出神入化非常的高招 所以大家就會被這個外衣所蒙蔽 其實我們講說各行各業的那個 控制方式本來就不會一樣 例如說保險業務員跟工廠裡面作業員 他們工作就不一樣啊 所以呢作業員他在生產線上 他一定要打卡 他一定要在固定工作地點 可是保險業務員如果他的雇主剛剛講說 你每天八點到下午四點 住在這邊拉保險喔 百分之百沒有生意嘛 所以呢雇主一定不會用同樣的方式控制 所以勞動法本來就很寬 各種控制方式 只要是控制你就是勞工 所以呢今天平台他只是把 我覺得平台最厲害的是 他的控制他的方式是隱藏在那個APP 在那一批演算法裡面我們肉眼看不出來 那看不出來就很難舉證 所以我們就會以為這個不是控制 可是我剛剛說大概過去2018 1719 可能大家都這樣認為 但是到了2020年這個年份很特別 各國的法院那一年都很多都推翻了 原來認為是承攬的判決 認為這個就是貨真駕駛的雇佣 而且還覺得說 哇你這個控制的也太誇張 一般辦公室人都沒有這樣 所以蔡婉雲的書裡面有一句話提到說 外送人要遵守的工作規則 也比一般勞工多太多了吧 對 所以從你自己在研究 歐洲的這些勞動法規裡頭 他們到底透過哪一些的標準 或是透過哪些的原則去認定 它事實上就是一個假承攬真雇佣的這種關係 好 因為這我不想講太法律 因為我們讀者立刻轉台 我講比較簡單的 就應該講說其實大家認定的標準都是一樣 我剛剛講的那一個就是自不自由 好自不自由 那自不自由法律上我們的用語叫重屬性 重屬性這樣 我是為了你的品牌來工作 所以我不能夠 我不能夠去突出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不能夠去強調我的經營自由 那這個很抽象 那很抽象的情況之下的話 有沒有標準有 因為到了現在 大家發現平台控制的這些方法之後 大概有一些標準 有些標準來認定說到底是勞工還是雇主 那其中一個非常強調的就是 平台有沒有用APP來進行數位控制 他們要求你要遵守APP的規則 有沒有這樣子要求 好 那因為他要求就是說我現 他就等於事實上工作者不能夠自由的發揮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大的一個重點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平台在跟他的工作者互動的時候 是不是限制的那個工作者去就是決定他的工作條件 或者是溢價條件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所以簡而言之這個就是數位控制 那這兩個其實就是說 比如說等於去檢驗說APP上到底怎麼跟工作者互動 那有一些平台就是他還會進一步的限制說 你不能夠跟平台媒合給你的客戶有私下聯繫 他把它稱為私下聯繫 那你等於就是說如果我是廠商 你把顧客介紹給我叫我去做 我一定會發展我的那個經營版圖啊 結果你今天說不可以 你只能送一次 那你就不能夠跟這個客戶接觸 你顯然把這個工作者當做是你品牌下面的那個員工 對 不能夠形成對那個平台的競爭 所以就會很明確去檢查說 平台的規約也沒有說 不得私下與顧客來那個聯絡 然後呢有沒有單方制定報酬 然後呢有沒有要求你一定要遵守APP的規約 這個就是這樣子 那因為這樣子運作下來一個人他就不可能是廠商 所以這一點就是應該講說 就跟過去我們去檢查一個工作者有沒有自由 換到數位世界裡面 數位世界的控制就是這個模式 所以我們不會去問一個人有沒有打卡 我們不會問一個人有沒有辦公室 因為這在數位世界裡面完全沒有重要性 所以其實在歐洲的一些法院裡面判決 也判定這是一種所謂的從屬關係 那既然認定是一種從屬的關係 那他對於這樣的一種行業的規範 或者是對於這些外送員的保障 應該會不一樣吧 所以這些歐洲國家 在這些法律的質地上面 有沒有什麼一些對這些外送員可以有的保障 而不會像我們現在看到爭議那麼多 然後隨時都可能會發生各式各樣的危險 嗯有就是有幾個趨勢 我覺得台灣可以努力去趕上 我覺得蠻有啟發性的 第一個就是說雖然我剛剛講的那些標準 那個標準其實是定在歐盟有一個指令的草案 那歐盟的意思就是說它的會員國27個國家 那個草案如果通過的話它的會員國全部都要遵守 它的國家就沒有選擇了 因為那是歐盟的一個層次 那現在還是草案的階段 那那個保障呢有幾個蠻值得注意 一個觀察的一個是 第一個我剛剛講那些平台規約 其實他說真的 你要法官去調查沒有那麼的容易 好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呢它的法律裡面規定說 如果剛剛那標準存在五個裡面存在 兩個或三個有點忘記 法律上直接推定你就是勞工 直接推定你受到所有那個國家 所有勞動法令的保護 舉例來講在台灣嘛 我要去證明我有從屬性很困難 可是我就拿出那個平台給我的契約說 欸我要遵守它的什麼規約 然後呢我議價我就被立刻停權 這可以證明說推定我去勞工身份 那一旦是勞工身份的話 我可能就有最低工資的保障 我有休息時間的保障 好我有職業災害的保障 這個是這個是傳統的保障 那比較新的一個發展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因為平台 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做法就是 剛剛講那個遊戲本能對不對 我覺得平台的遊戲本能它還有 它會發揮效果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如果一個規則很清楚 大家知道怎麼做 可是平台呢 它會把規則弄得很模糊 那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會達到我剛剛講的 對那外送也很擔心 自己沒有達到那個標準啊 那你客訴可能是罐頭訊息啊 所以它就會更加的自我約束 所以我們講說它的自我剝削性 其實更強 在規則不明的情況之下 那個自我剝削性會更強 因為它想說如果我是86呢 然後系統錯變84 那我的努力全部歸零喔 所以它會把自己弄到90%以上 確定那個誤差值出來 它也不會掉到85%一下 所以它的那個限制其實力道更大 所以歐盟的規定跟西班牙已經通過的 像現行法一個叫歧視法 它明白的說一定要讓演算法的運作透明 我要清除這個機制透明 因為一旦機制透明的情況之下 那些操作的手法就很 就變成無所遁形了 所以現在非常強調的是透明性的保障 那這個目前台灣我覺得這個是距離最遙遠的 這個台灣其實我不管是訪問蔡婉瑜 或是訪問蘇柏豪的時候 他就會說我其實去我 我到底點數累積到多少 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這個透明性 事實上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離乎 你剛剛談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一種自我剝削 就是我為了要達到我基本的 應該要有的這個標準 所以我可能會多做了很多的事情 而這多做了很多的事情 這一種所謂的免費的勞動 這件事情 常常是因為你害怕 然後這也是他所設定出來的遊戲規則 不是嗎 對所以我覺得平台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平台他很多時候 他做的事情都有一個 我相信平台他經營一定是經過設計 而且是非常精密的設計 例如說一些平台 他會跳出一些訊息 就請你接單嘛 我聽說某個平台是10秒內要接受 一個平台是20秒內要接受 然後呢他會就說你自由啊 你要不要接受 但是就有外送人跟我分享說 確實如果我現在接受了就接受吧 但是如果我現在不接受 平台的系統就會說 這個人沒有很想要接單喔 所以你可能下一單就會等很久 所以變成說他們待命生就變長 對所以他們會 可是問題是平台會說 我也沒有義務要給你單 確實如果是這樣沒有錯 所以外送人就會更擔心說 那我現在一直不接的話 我就永遠接不到 所以我就要一直接一直接 所以這個就是剛剛講說 可是平台也不會承認說 你是因為剛剛沒接 所以我不給你喔 所以一切都在黑盒子當中 那黑盒子當中 如果我非得做這份工作不可 我沒有辦法不爽不要做 我就會很努力的接單 我要成為一個好的外送人員 就會這個問題會蠻嚴重的 你剛剛也提到在歐洲國家 已經在法規上面 在開始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包括你提到的這個歧視法 那在台灣呢 台灣現有的法規怎麼去認定 台灣的這個修法有進度嗎 或是有往這個方向去發展嗎 完全沒有 好 這樣講有點 這樣講是有點殘忍啊 可是我講說幾個發展 第一個就是說 有沒有法規層次 現在只有那個 有兩個政黨提出那個專法的朝案 在立法院嘛 那我們看到他是政黨提出來的 但是這個會期要過 就是當然也是變數很多 可是那兩個版本 沒有太多的時間 因為大家接下來是選舉 對 那假設那個專法過呢 是不是一個進步 當然是 可是我必須講 那個進步的幅度很低 因為裡面有一條叫做 如果你被認定為雇傭關係的話 你就適用說的勞動保護法令 這句話 這句話就是 說難聽一點就是 有寫的也沒寫啊 因為我們現在的困難就在於說 不知道怎麼去認定嘛 因為我剛剛講說 歐盟跟西班牙的法令 就是也知道大家都不容易認定 沒有人說他是簡單的 所以他才立法推定 推定就是說 你不一定真的是勞工 但是你只要有這些很明顯的特徵 我就先推定你是的 好 就認定你是的 那你平台要否認的話 你要出來講說他不是勞工 所以我不用幫你提拨退休金 我不用給你加班費 我不用幫你勞保 職災都不用 他出來推翻 認定一個人 因為是不是勞工 為什麼平台這麼抗拒 因為你一旦是勞工喔 在台灣 雇主要幫你提拨退休金 幫你提拨職災保險 提拨勞工保險 付你加班費 付職災的問題 而且不能夠隨便解雇 結果平台現在就是隨便停權 待命時間不算工時 沒有提拨退休金 所以那成本一下來 那個平台他會覺得 他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他一定會非常的抗拒 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去解決的就是 勞工就是在平台抗拒 這些成本的情況之下 成為犧牲者嗎 他們所有的事情 因為我舉一個小小例子就好 職災在台灣的規定是 如果我因為工作期間職災受傷 雇主不但要付醫療費用 還要在你因為職災不能工作期間 繼續給付你全新 所以職災保障是很多 平台現在是 如果你送餐發行車禍 就把你停權了 這個就職災解雇 台灣法令是百分之百禁止職災解雇 所以現在平台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跟台灣的勞動法令全部背道而馳 他也因此省了這麼多的成本 所以專法其實應該要去解決的就是 我們要如何趕快確認 這些人是不是勞工 不是我們就算了 我們沒有說人人要當勞工 可是我們現在需要一個機制去確定這件事情 那歐盟跟西班牙的法令 就是有這個推定勞工 推定就是說我先這樣子認定你 你平台說不是你再來推翻這個認定 結果專法裡面完全沒有處理這件事情 好那其他的保障可能一直說 要提供哪些資訊 但是也沒有到剛剛講的資訊透明的層次 所以我剛剛講說沒有進度這個是在立法院的狀況 那至於說我們的儒管機關 聽說要提一個平台工作認定指導原則 我其實也沒有非常高的期待 因為之前已經有另外一個指導原則 他就是把過去我們都非常熟悉的各種學說 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 那合併在一起之後 那個指導原則對法院也沒有拘束 那他不是法律啊 就是一個原則不是嗎 對啊 而且重點是那個原則 他最後還寫說僅具有參考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他那個參考原則 唯一抱著期待就是說 他能夠把演算法控制放進去 那這個對法院來講 可能就會覺得連主管機關都注意到 我們法院調查的時候 是不是特別著重這一點 那如果他把舊的那一套放進來 然後說你有沒有打卡啊 你有沒有工作地鐵啊 那我是還蠻建議就不要公開啦 因為這會讓我們覺得主管機關 完全沒有與時俱進 他用舊的認定 舊的那個眼睛 在看一個新的數位世界 所以其實我覺得認定標準都沒有變更 可只是說有沒有看到 我們剛剛講的各國看到的演算法控制 演算法控制 他就是重屬性的一個新創的表現 那如果看不到的話 就會一直聽到你覺得 要修法啊 但是其實很多問題 陷阱法 並不是說百分之百不能處理 所以其實宇凡老師認為 事實上是沒有什麼進度啊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我們節目應該還可以再談好幾次 就是讓他一直到有進度位置 那最後想要再請教宇凡老師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就會覺得 這是一個創新事業嘛 那所以但是我回到一個勞動的關係來看 這真的是創新嘛 或者是說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那創新事業就不需要做勞動的保障嗎 或者是做了勞動的保障 這個東西就沒有辦法創新嗎 常常會陷入到這一種 感覺有道理 但有點吊詭的這個論辨當中 是是是好 我先補充前面再提一句 我覺得是我們的國家沒有進步 但台灣的工會運動 外送產業的工會 我覺得他們非常努力 這個他們的他們的帶領的這個討論是很多的 所以我覺得民間工會這個運動走的比政府快很多 所以政府腳步正要加快 不然應該說已經被超前了啦 好那回到剛剛新創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是一直都存在嘛 因為社會本來就是一直在變化 永遠都有新創 只是我們怎麼看這件事情 而且呢 雇主永遠 不要講雇主啊 企業永遠會覺得 覺得勞動法帶來的就是負擔嘛 這事實啊 因為你用了別人的勞動力 那我們講說 你用的是勞動力 它不是商品 它是人 人就是有需求啊 需求就是講說 我不能夠公眾時間下 那個24小時一直運轉 好所以我就說新創與否 這個都不是一個重點 因為每個時代都有新創 那難道有哪一個時代 人是沒有被保障的需求嘛 所以如果說上一個情況 我們最低標準嘛 就是因為勞動法本來保障 也只有最低標準啊 最低標準 例如說工作時間 最長一天就是12小時 寒加班 好這個就是一般 人要如何每天工作 都可以雇 很規律的超過12小時 這個很困難嘛 好所以我一直說勞動法 它本來規定的就是最低標準 那雇主永遠都想節省成本 這個我們也理解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嘛 所以那個矛盾衝突 永遠在 所以勞動法在這邊 就是做個平衡的槓桿 那現在如果說 他打新創的事業 想要把這個槓桿整個推翻掉 我會覺得就是他去挑戰的 就是人的極限啊 人的極限 所以有人講說這些平台工作者 其實是所謂的新貧 新的貧窮的一代 他們在這個很發展的事業之下 各國的平台工作者領的卻是最低心 這個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我們在談創新的時候 經常會講說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但是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只有這個所謂的想到事業的創新 然後沒有想到那個基本的勞動權益 那根本就是一種泯滅人性 這根本是對人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剝削 今天非常謝謝宇凡老師 來我們的節目跟我分享 剛剛談到 看起來我還有很長的時間要走這一條路 希望不要太長啦 但是我們以後也會繼續的來去跟大家 討論關心這個話題 下次希望有機會再跟您請教 相關的議題 那我們節目就到今天結束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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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